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5月15号星期五 昨天我们说了 报报了一个消息 说库默说了纽约的从5月15号重开 不再延长限制令了 今天传来的一个新的消息 库默延长居家令到6月13号 我去研究了一下 我说他昨天怎么刚说不延长了 今天又延长了 那是这样 几个 你看几个 一共有三个 第一个 人家说第一个是这个 这是CNN的报道 是库默说 这是库默昨天5月14号 昨天说 说纽约要开始重开 是哥们说的 我一会儿把这个 搁在我视频下方 证明昨天他的确确确说了 库默的确确确说了 纽约要重开 然后再来第二个消息 第二个消息是 这个是CBS的 CBS应该哥伦比亚广告公司的消息 CBS的消息 说今天库默说 要延长到6月13号 我看了一下是这样 它是不一样的 昨天说重开的 是对各种商业 各种商业 当然重开 昨天我没讲了 它是就是说分阶段的 一点一点的重开 重开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可以开始工作了 有一些可以开了 可以开门了 然后就是说大家可以去上班了 居家令是什么意思 居家令的意思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可以去工作 比如说我去工作了 这OK的 我下班了 我回家 我去超市买点东西 这也OK的 但是如果你不工作的话 你尽量就不要出门 就是说这就是居家令的意思 所以这两个东西 就是说它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以前的意思 就是说连工作 你就不许开门 连工作都不许去 你上班都不行 大家待着 现在是工作可以了 但是就是说不能落出去 比如说我说我学闲逛 我没事 我说来逛逛看看 你看那点 这不行 电影院也不能开 当然它重开是分阶段 有些人看到 有的不能开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第三个 你看看到这个 这也是CNN的消息 他说only Tuesdays have a year not to begin reopening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到现在为止 仅有两个周还没有开始 就是说重开 所以它这个概念 它这里边说的 就是一个是康州 一个是麻州 说康州和麻州 还没有重开 别人都重开了 但是今天库莫又说 要延长到6月13号 所以就是说 他们对重开和延长 也是很混乱 你要CNN也是左媒 对吧 左媒的头子 左媒里面最左的 左媒当中的战斗机 对不对 也是就是说这么一个观点 就认为现在纽约州 也已经就是说重开了 所以我觉得我认为 当然了 你看我在画了一个问号 对不对 我只能代表我个人的观点 我认为这里边有政治考量 为什么这么说 昨天说了威斯康辛州 它的威斯康辛州 他们州的最高法院 判决居家令 违宪不可执行 实际上CNN 他们也承认 就是说居家令 在美国实际上是很难 去执行的 而且你细咎的话 它实际上是违背 是违背宪法的 你只能建议老百姓不要出门 但是说实在的 实际上你是不能够 因为老百姓有自己的这种自由 所以到现在为止 实际上你会发现 所谓的这种 就是说居家令 只是一个象征性的 包括纽约也是 就是说你不居家 不居家就不居家 也没有什么惩罚 也不会说抓你 或者是罚款什么的 也没有 包括纽约的戴口罩也是 就是说 基本上全凭自决 你如果不戴 不戴也就先不戴了 也没有罚款 也没有什么的 这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因为这东西 就是说细究起来 其实都是违宪的 对于美国宪法来讲 和宪法精神 是相违背的 所以我觉得 但是你要明白 对于民主党来讲 所有民主党掌控的 州里边来讲 其实疫情最严重的 就是纽约 如果纽约到了5月15号 不延长居家令的话 那么其他那些 你像威斯康辛 延长到了5月26号 对不对 还有有几个 左派的州的话 你能到什么6月6号 6月1号 都有 对吧 我就说 如果纽约不延长 到5月15号 不延长的话 别的州就更没有理由 选上 因为纽约这么严重 对不对 纽约州 就是中国湖北 就美国湖北 对吧 纽约市 就是美国武汉 对不对 这么严重 如果纽约不延长的话 别人怎么办 情何以堪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认为 当然重开 是从今天就开始重开了 当然了 是从下周一开始重开 那么居家令 就是说延长到了6月13号 等于整整的延长了一个月 可以说 从5月15号 一年到6月13号 差不多就是一个月的时间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完完全全是出于民主党的 一种政治需要和政治考量 当然这是我的观点 咱们我也不强加给 不强加给任何人 对不对 所以观众可以有自己的观点 但是不管怎么着 我们这样我一会把他这几个 第一个库莫说 纽约5月CNN报 库莫说纽约15号 重开 第二个CBS报的库莫说 延长到6月13号 和第三个 包括CNN都认为 只有两个州 现在还没有重开 其他的都已经 事实上已经重开了 把这个 就是说 其实你发现这些东西 你仔细的看 其实是 就是说互相矛盾的 抵触的 你知道吗 是相悖的 但是我觉得民主党 现在已经有点怎么说 就是说为了这场选举 为了要打败川普 已经就是说 失去了一个 我觉得基本的判断能力了 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之下 继续的这种无谓的关停 只是为了伤害经济 以至于现在 Nancy Pelosi出来 就要再多发钱 多发比工资还要多的钱 就只要你们不上班 什么都好 什么都好说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你为了去伤害川普 最后让整个三亿多 美国人陪绑 一起被你绑架 我觉得这是非常错误的 我觉得对于美国 未来 我觉得对于未来 甚至是几年 甚至几十年的长远的利益来看 我觉得就是说 现在必须要开始 部分的分阶段的要复工 这是必须要做的 实际上库默也在做 你会发现 这些民主党的州长们 虽然要 就是说要从大局关上 要统一来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 支持民主党党内的政策 但是事实上 在私下里 实际上各州也会担心 就是说长期的这种关停 导致各州的经济崩溃 自己没啥选举 所以美国的这种政治体制也还不错 在哪呢 就是说最终还是要对选民负责的 所以这就出现了 就现在来讲 就是说纽约州如此 就是说诡决的一个决策 就是5月15号商业开始了部分重开 然后老百姓居家令还要延伸到6月13号 反正好吧 我们看 我真的我不认为 当然我知道很多这种作为左派的这些 就基本盘肯定的是相信民主党这么做是对的 但是我真的不这么认为 其实我在17年18年的时候 我经常说民主党在16年输了选举之后 他们没有搞明白 他们到底为什么输了这场选举 他们认为自己的这种政治理念没有问题 他们的这种政治决策没有问题 他们觉得他们输了 首先觉得美国人比较蠢 一篮子可悲的鼻涕虫 是差不多这么个意思 是吧 西亚历反正大意就这么个意思 对不对 然后再有就是说什么 俄罗斯参与了美国的选举 等等的 没有从自身找任何问题 4年来之后 甚至你会看 你感觉民主党在变本加厉 还在在促道路上越走越远 那么我现在我个人越来越认为 今年的这场选举是一场一边倒的选举 共和党川普会以一个压倒性的优势 来赢得这场选举 让民主党彻彻底底的 在今年明白 就是说他们的政策 已然不得人心了 政治正确已经让大家恶心了 左到头了之后 已经让大家出现了反弹 当然了 我现在5月份说这个 很多人觉得我疯了 对不对 咱们照着看 等到11月大选结束之后 你就知道我到底在说什么 好吧 这期讲到这里 我一会儿会把这三个新闻的 这三个自相保存的新闻 搁在我的视频下方 你们自己可以去看讲原文 好吧 那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